刚刚曾布总有特别跟我们提到 今年很罕见出现 就是股债同跌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接下来几个月 投资市场还是比较不稳定的话 你有没有建议什么样的投资机会在哪 以目前来看 其实就花旗的角度而言 我们还是比较看好 所谓投资等债债 或是所谓的美国政府公债 原有几个因素 其实巴菲特讲过一句话 就股市来看 利率就像低信引力一样 其实利率越高 低信引力越大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我想今年来看 的确是全球的央行出现一个大幅升息 相对而言的话 对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 同样其实债券市场 我觉得受到很大冲击 的确是 我们看到美国的10年级公债也好 或30年级公债也罢 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从高领域到低点 跌幅也接近23% 其实以债券来看 是非常非常大的跌幅 那现在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 我们先看这张图表的左边 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是S&P500非金融产业 它目前的一些 债务的平均利率跟年限 那这张图是解释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美国企业 它非常灵活 在过去的大概 从2009年开始 经过金融海洋之后 它大幅的调整 它的负债的结构 不论利率也好 你会发现在2009年的时候 美国S&P500非金融产业的平均的 当时的负债平均利率 大概有超达5.5% 但经过了大概十几年调整之后 它目前已经只到了3%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目前美国 S&P500的大期当中 它的负利息只要3%多 比美国10年公债还低 所以请大家看 它非常的掌握 在2020年 第一利率时代当中 大局举债 使它的整个率率降低 同时时间拉长 换句话说 即便未来景气会有一段 比如说衰退也好 或是波折也罢 相对来看 它们负担的利息来看的话 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 这第一个 特别以法人角来看的话 我今天投资一个 感觉上不太会打的公司 目前而言 平均的报酬余有6% 相较于目前股票市场 虽然看起来好像在主体 可是不动性那么高 本身只提供到1.6%的股息的话 相对来看 我觉得以投资等级的话 它的吸引力是非常非常高 最后其实我们这边还要提一下 虽然公司在我们看 但是对于所谓非投资等级 英文叫Hirebun 就过去我们台湾叫做 所谓高收益的部分 现在叫非投资等级 我们看还是比较谨慎 原因很简单 目前的利差 相较于COVID的时候 或者说相较于金融海啸的时候 还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所以目前来看 而且我们公司也预估 在明年来看 可能整个美国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它的唯一率 会从现在的1.5% 大幅升到大概5%左右 所以这是我们相对来看 比较紧实的原因 我们再看下一张 此外其实我们会觉得 因为大家觉得还要再升息 会很紧张 一般也知道说 利益去往上升 对债券价格上来看 是有个负面的冲击 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经济学的一个逻辑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几个东西 我觉得需要特别跟 观众朋友说明 橘色的线是 所谓美国十年级观察者率 大家都非常熟悉 因为常常会 霸装都会看到 但是这个浅蓝色的线 我们叫Tips 英文叫 Treasured Inflation Protection Security 也就是说 它是美国的投资者 特别是机构法人投资者 用真金白银去交易出来 就这些法人预估未来 美国通膨是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的一种状况 预估未来性 所以假设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红色地方 这个地方是2020年 就COVID刚发生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在橘色线的地方 其实当时的美国 十年级观察者率 还是在地档区 可是蓝色线 这Tips已经往上走 它就告诉我们 其实相对而言 市场上法人已经预测到 感觉上来看 紧急开始慢慢复苏 所以后来 整个十年级观察者率 才更能往上走 但是看到现在 我们发现 它的Tips往下走 开始往下 所以告诉我们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说 其实大概升息 也差不多慢慢接近 告一段落 相对而言的话 这是对我们来看 就是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去买公债也罢 或是投资级等级的 公司债也好 我们觉得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最后这边提到说 大家要特别注意 当用尼木利率 紧到所谓的通胀运期 就是所谓的实质利率 如果未来就投资 你当投资人在看到 这实质利率 在负值的时候 我想对于投资 成长性的股票 包括科技类股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不过请教曾副总 你刚刚有提到 如果说接下来 可能在几个月之后 可能2024年 才会有露出 复苏的希望 如果说接下来几个月 金融市场还是比较不稳定的话 我们是不是手头上 也要保留一些现金 美林的调查 目前美国股票经纪人 他的现金比例 已经创下了21年的新高 到6.2% 6.3%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其实即便法人来看 对后市都会比较谨慎 比较悲观 所以或许这预估 可能未来一段当中 市场有一些反弹的机会 我觉得相对来看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悲观 但是我们也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 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 非常长期的统计 几乎从二战以来做的统计 就是说 当每次美股S&P500 它修正幅度超过20%的时候 那有时候是有遇到 美国经济衰退 有时候没有遇到 美国经济衰退 我们发现 每次当遇到 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 整个修正的幅度 大家有点害怕 会修正到42.9% 42.9% 时间会维持到429天 但是如果假设说 假设说未来美国 如果没有衰退的话 它修正幅度才29% 大概三成左右 对 235天 如果假设没有衰的话 那就这次修正幅度 那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假设 美国明年出现衰的话 可能整个股市的不动性 就会比较久 副总裁我们看到 在经过了一波的修正之后 现在是有债券回归 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如果说真的 债券回归的话 在台湾也可以来布局 美债的ETF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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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